好笑 大家好我是傅彥彤 我是劉宜彤 你不用出门 我们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房子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 不怕买错不怕买后悔 所以在看我们的影片之前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才不会 错过我们最新商店的物件 开启小铃铛按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哇一气呵成 我们影片一样就是一刀未减 一斤到底 然后就是没有美化没有广角 你所看到的都是实境 那所以呢所见己所得 我们今天拍的都是在台中市北屯区的那个 文新 捷运附近的 文新市委国小捷运站 文新路市委国小捷运站 他旁边有一个东光 市场 等一下我们带你去看 而且离捷运站也很近 就是 文新市委捷运 这个总共有城市 七层楼 七层楼我们在二楼 但是他有一个地下室的车位 比较 没有 没有直达 对 我们还是会去看 那这一层楼总共 一层四户 四户 一个电梯 两个安全梯 像类似像这样子 左右两个对称的安全梯 安全梯 楼下就在这边而已 你看 对 对称 OK 我们看这边 进去之后 我们是会有入门玄关还蛮大的 对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要说一下 里面有其他的工作的人 就是同行 没在排 一进来入门玄关 赞 我喜欢很大 很大的入门玄关 这边可以放鞋柜 可以放一个很大的鞋柜 然后他的庭院 中庭好漂亮 有那个夹山夹水 只是没有水 对了 在这里 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 然后这边可以放洗衣机 除了这边可以放 里面也可以 还有其他的大洋台 OK 好 很大吧 而且这间有整理 你只要准备头七款就好了 我们进来就是客厅了 客厅玄关 客厅玄关 还有摆放这个娃娃 我们看到这个娃娃就知道 是哪一个 我们看一下上面 这个全部都要装房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间卧室 他可以当属卧室 因为他有一套卫物 这是实心的 这是客厅的那个电视墙后面 好 看一下 看一下老公 他没有开窗 对 比较可惜 这间的坪数大约是 大概4坪 4、5坪左右的房间 对 这个窗户打开来就是我们的玄关 Yes 我们来看 这边 这边 复合式的客厅跟餐厅 客厅跟餐厅一起 然后这边有一个工位 工位 也是没开充的 也是没有开充 工位旁边有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更大的房间 也是主卧室 这个是真正的主卧室 因为他房间比较大 而且还有 厕所也很大 有阳台 厕所可以做干湿分离 这阳台非常大 多大吗 这边也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如果要在这边也可以 所以刚刚那个 其实以风水来讲的话 我比较建议 那边不要洗衣服 只要放鞋柜就好了 然后呢 洗衣机 放座椅 对 其实这 其实要是我的话 如果要享受两人世界的话 这一个主卧室呢 也蛮适合 也蛮适合放 座椅 可是视野 就还好 豪宅 他跟旁边有一间豪宅 豪宅大楼 对 不便宜 有现成的那个什么 他们的景 送给我们 我们不用去剪花剪草 我们再看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在这里 就是中规中矩 三四平的房间 那这边也有免费的景观给你看 就是刚刚那个没有 好 再来换 第四个房间 第四个房间 他有阳台 你会开吗 我帮你开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阳台也不小 这个也可以放洗衣机 也可以放洗衣机 对 好 好等一下 还有一个花台 花台 我们刚刚是不是 另外那个刚刚那个房间的花台 对 赞喔 可以种种几盆的那个 盆栽 对可以种盆栽 也可以放 我觉得最适合放冷气主机 冷气主机可以放哪边 好 好 这样已经 一二三三个阳台 难说对 三个阳台 不会比刚刚那个 你可以选那一间也可以选这一间 这边全新整理 对 那一间也是有整理 一样都是二楼 也是大屏数 这一间多少钱 这一间 这一间啊 开价1438 屏数 屏数的话是 总建屏52.5 室内屏数40.3 哇 很大 很大 那刚刚那个呢 室内屏数大概50几屏 它是平面车位啊 对 我们这个是机械 就让你去比较一下 看你 差 600万 对啊 OK 看一下客厅全部 这是它的餐厅 OK 看一下客厅全部 这个很大 室内真的是 这个温馨感 你就可以知道说是 值得物件 然后换这边 但是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 门窗都有换 对 换了位置就会换了脑袋 真难得 换了位置就会换了脑袋 这样应该会比较好 对啊 好看一下 厨房全新弄过了 冰箱放这边 对 阳台 工作阳台 几个阳台啊老公 第四个阳台 然后这个当然是有天然气 这个天然气的 还不错耶 这间 对耶这间不错 这个 他唯一的康庆是在二楼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边是天津路市段 靠近文新 天津 还有什么 刚刚说的 街景站啊 对他刚刚说那个 我们等一下去看观光市场 OK 我们先去看车位 不错喔 你看格局都有帮政喔 四个阳台 四个阳台 那边我们刚拍的那支 那支片有没有 有平面车位那个 一千多少 1980 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我每次在那边 老公你在哪里 老公你在哪里 也是很大啊 这间多少钱 一千 一千四 一千四百三十八万啊 对那一间 但是我跟你讲 他这个开价接近底价 对啊 哇 我看一下他的电线 啊什么 电箱 电箱 对啊电箱 电箱 在这里 我看到 没整理 看起来是久的 这个屋里大概是多久看 他没有写 32年 堪用 通常要40年以上 他们才会想要换 如果你真的很想换的话 就自己花钱吧 我觉得这房子都已经整理好 不要再换 因为堪用 32年而已啊 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现在20年就想换 我家的老房子 60年了 我们还是在用 但是人家说那是你家的事 好 我们先关灯 他们走了 OK 我们在二楼 所以他的采光 我们不会比 因为现在是 4点半了 然后今天 冬天是最 冷的冬天 所以没有阳光 OK吗 其实还可以啦 如果下 白天有阳光的时候 应该会亮一点 这个阳光我好喜欢喔 那我们的玄关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 超大 超派 超派 超派2 今天开了两个 如果你们要问这个物件的话 想要两件一起看 都可以 你打电话跟我讲 我们想看超派 超派系列 不是啦 那个 不用跟风 关起来 他走到间都有窗户 我们到一楼去 走路下去好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 一楼庭面 这有一个就义回收箱 这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中庭的那个 然后这边旁边 老公我们等一下 这边电梯在这里也有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抖楼梯啊 抖楼梯下去 那我们现在到B1去 这个是有天然老师的喔 他电梯虽然没有直打 但是他不会 很难走 不会 淋雨 因为旁边就是有楼梯直接 拖到 直接走楼梯下来就可以开车了 那是哪个位置 16号 16号 看一下 18 不是 16号 16号车台 16号是机上还是机下 机下 机下就是这个 然后如果你们有第2部车 第3部车的话不用担心 这边还有一个北屯儿童公园 很近 北屯儿童公园那边也 也有 捷银站就在这边 捷银站旁边还有停车场 东光市场就在旁边 我们等一下要去那边 也有停车场 我们看一下他的 车位 可不可以停休旅车 要帮你拍吗 不行 一般的轿车 160公分左右 一般的轿车 那我们就上去吧 是在倒数第2个 位置所以我们车头朝这边然后倒车进去 这样 这样 没有错 机下车位 他的第2个抗性 算是少他还是有车位 他这个坡道不是很长 就是下来 短短的 我们等一下到外面去看 那有人摩托车会停下来 我们问一下 机车位他上面有写吗 我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 他没有编好 没有编好 没有编好 随道随田 没有编好 然后 这边的户数不多 大概几户 20几户 好 旁边下去 这边还有那个 残障 不是残障 那个 不是老公 这个 对 无障碍空间 对 他这里有无障碍空间 所以推到楼上去之后坐电梯 到2楼 对 好 它的坡道就这么短 我们的车子就在那边 车位 短短的 对 倒数第2个 我们看一下大楼的外观 这是大楼 大楼的外观 OK 看一下 那你是什么 捷运站 这边就是捷运站旁边 这是真正的捷运站 真正的捷运站 四围 国小捷运站 文新路四围国小捷运站 你问我说这里在哪里 这里是北平路四段 跟天津路四段交叉路口而已 我看到捷运站了 这边就是文新路捷运站 小心车子 你看旁边盖大楼 不得了 一瓶五六十万起跳 对 那我们这边 一瓶差二十几万 那你可以选择买全新的 如果你的 预算够的话可以买全新的 对啊 我们也有啊 我们也可以帮你介绍 对 那这一间 如果 你希望找世界大屏住 大四房 这间可以考虑 然后 1400多万 虽然这个 金额已经可以买三房 一般的 全新的三房很接近了 但是 室内空间绝对没那么大 大概是它的二分之一而已 它是四间房间 四大房 每一间都很大 而且都有阳台几个 大四房 四个阳台 吓死我了 拜托再来找我们 我们已经 错失了很多 我们已经是到处做功德了 帮人家成交 但是我们一毛钱都没有 希望 也没有人来感谢我们 昨天也是差一点 我好想捏你喔 昨天也差一点 就没了 本来不想 你没看我都不理 还好我们的店长 小乙大义 没事 没事 我们看一下那个 东光市场快到了 好香喔 等一下 又饿了 没有啦 怎么又饿 等一下我们还要去车上拿包包 好 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 那是六点 你现在才三点多在想六点 现在怎么会是三点多 才四点多而已 东光市场就在这里 东光市场到了 我们出门就可以 走路就可以买菜了 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走到 那个维京路 这就是东光市场 这边有一个加油站 都有加油站 然后这边有 车位 这边车 公共平衡 我们过去看一下老公 等一下车子 我们看一下他月租是多少 因为毕竟一个车位 或是你要停的是休旅车 可能会停不下去 那我们看看这个 行车厂 好不好租车位呢 它是平面的 我第一次看到的 沈阳牛三宝 我第一次看到 哎 对啊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牛车 牛筋 牛肚 这是入口 小心不要撞到 那怎樣 沒事啊 這是警供東光市場消費使用 那就是要看另外一個那個什麼 在這層應該不是月豬停車場 就是市場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邊啊 是昌平夜市的所在地 這邊有啦 就是剛剛那個捷運站那邊有那個什麼停車場 這個是昌平夜市的所在地 這邊 三點以後公圍夜市營業區域 昌平夜市也在這裡 那這邊又有東光市場又有昌平夜市 那這個一定是提供給那個觀光客使用了 那所以這邊呢其實還有其他的那個像那個什麼 有停車場 北屯的兒童公園 兒童公園也有停車場 好吧 那你可能等你自己來發掘 大概是這樣喔 東光市場 那三寶牛筋牛腩牛肚 我們在幫他打廣告 餓了多好吃 OK那我們再來做個總結 好 好 那這一間這個地點真的是很好 對啊 有一個地點 超級好的 超級好的地點 對 然後 捷運宅 我們剛才介紹那間也算是捷運宅 大四房 對啊 大五房 剛才那個是大五房 這個是大四房 但是總價都比較高一點 1400 1900 不過目前CP值來講的話 一坪現在二十幾萬的話 就是這兩戶了 我覺得這個 算是你如果家裡人口比較多 很適合 那如果你當然這個價位已經 幾乎可以找到透天了啦 但是透天這個價格 金額是沒有整理的 你還要再花現金去整理 對 對那 都有一毫沒兩毫啦 所以你們自己給你們 給你們參考囉 如果有喜歡 請你們一定要找我們 拜託一定要找我們 我們的服務一定是最好的 好你一邊講我一邊找一個資料 好那 我們 如果說你最近不喜歡 也是一樣參考下我頻道裡面 有其他的物件 選擇 還有嗎 那希望 希望 會有你喜歡的 對 那 真的你的親朋好友 也有在找 房子的 土地不動產的 請幫我轉發分享介紹 如果說 因為你們的介紹 有順利成交 我們一定都有大紅包 反正我們的大紅包金額是多少 不含糊 只要 就是有成交我們就是給你我們三分之一收入 我們兩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就只有給你的大紅包 希望這個大紅包可以送得出去 對啊 沒有錯 那 基本上是這樣子了 我是在看附近的新建案 新建案 創立房 首付 48萬 但是他 他不敢寫他一瓶要多少錢 他室內瓶數 頂多就是20到30瓶而已 他不敢 對真的 他真的不敢寫他 一瓶多少錢 對啊 因為隨時都在漲價 他寫上去就寫死了 因為這是新建案 他們 就是 預售的時候是一個價錢 快要蓋好的時候是一個價錢 蓋好之後 又是一個價錢 雖然他們不會把價錢寫死 對我搜尋了好多的那個 都不會寫價格 網站 他不敢寫價格 對 甚至我們的 我們的 物件全部都是貪庚 都是透明的 價錢也很透明 甚至你來店 連底價我都跟你講是多少錢 好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些影片裡面我會講 我先幫你們做功課 不怕被告的我就會講 OK 真的幫你們做好功課 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你們 請繼續支持我們 今天很冷了 一定要來找我們 謝謝 保暖 拜拜 拜拜